欢迎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说今天的指数变化 目前的指数呢是在8005上涨了11点 那今天最高呢有来到8047上涨52点 最低是来到7962下跌了32点 昨天美股呢才涨了2点 但是大家很多人都预期说今天的 今天的台指呢 今天的台指会走向一个霞幅的震荡 但是呢 但是呢其实结果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 今天上下的震幅呢相差了84点之多 是开高走低然后又拉上来 那今天的量能呢预估量能有比 昨天前天又持续萎缩了一些 目前预估量能有816亿 那谈到这里 大家今天的操作是怎么操作啊 是开盘拉上去就去追多 而杀下来又反空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又追高杀低了喔 那表示你没有一套好的方法跟工具 我说过你在指数当中 你在指数当中你要赚到钱 你第一个你要抓对了整个趋势的方向 第二个你呢一定要有好的方法跟工具 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一波以来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行情的 目前呢的指数呢其实还是相对强势喔 还上涨了12点之多 美股呢才涨了2点 那我们看从12月25号以来 12月25号加权指数的日线 我跟大家讲说短线上会拉回修正 长线仍然会涨 理由呢原因呢全部都是看主力均能量 因为我有独步全台湾全市场的主力均能量 他呢能够告诉我整体的趋势方向 目前是在多还是空 那大家现在告诉我 目前的趋势方向是多还是空 主力呢都在零轴以上 那表示说主力都还在做多单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长线呢是仍然会涨的 然后呢2月26号果然那一天就拉回月线 有称有没有 我跟大家讲说短线上会拉回修正 但是拉回到月线有称 我告诉大家长线仍然会在涨 他拉回月线那一天大跌 2月26号那一天大跌 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主力均能量 他还是持续在做多 所以咧隔一天2月27号月线果然有称 那一天又收月线 果然称在月线这边 主力均能量还持续在做多单哦 所以你会发现主力在操作的时候 他不会忽多忽空 他就是一个方向上去 结果咧从3月1号开始 今日继续谈生有没有 3月1号就又开始谈生啦 结果咧在谈生的过去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会有压回修正的时候 但是在这种时候呢 很多人呢都拼命去看空了 但是我不是 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是该找买点的时候 因为主力均能量呢 他还是在做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压回修正我们就找买点 所以咧隔天呢果然就是反弹 3月5号果然反弹 然后呢涨势持续 接下来咧 又持续涨 但是我跟大家讲 波段满足点味道还会有高点的 因为主力他还是在做多单 当主力都还在做多单的时候 这个行情呢就是会再涨 结果呢果然呢持续的大涨3月8号 对不对 一直到3月11号再创波段新高哦 结果咧这是昨天 波段满足点还没有到 我告诉大家还会有高点 因为呢主力还是在做多单 那另外呢因为今天早盘有下沙嘛 今天就是午盘 就是早早盘的时候有下沙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偏空看待这个盘式 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哦 今天这是今天 在主力尚未翻空之前 你千万不移看空 而主力呢他现在还是持续在做多 我们看主力均能量有多准 从11月底他开始翻多以来 陆陆续续有涨有跌 有涨有跌 但是呢你会看到说主力均能量的方向 持续都是不变的 就是往上 而指数呢果然呢 就是像主力均能量所言 他就是持续的往上升 往上升 纵使有压回修正 就是每一次的低点呢都不破前低 每一次的低点都不破前低 形成了一个上升的趋势盘 而当主力均能量他在做空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整个行情呢就是往下掉 整个行情就是往下掉 所以呢做多的时候就涨 做空的时候主力在做空的时候就跌 主力在做多的时候又行情又会持续的大涨 所以现在呢 今天的盘虽然有震荡 但是主力呢他是还没有偏空去 他是还没有开始做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绝对不能轻烈的去看空 而是要怎么样 压回的时候我来买进 压回的时候来买进股票 而像今天这种变化很多人呢 可能就会觉得很难去操作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种行情里面 其实是很好操作盘 你如果有好的工具跟方法的话 它是个很好操作的盘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说这个指标 我们的主保利传当中顺向的指标 他从一开盘的时候哦 在8018的时候就已经翻多 一开盘8018没错嘛 所以一开盘就翻多 翻多之后呢 当指数呢往上升 升到8040的时候呢 他翻了个做空的讯号 那今天的最高点是多少 8047 他在8040的时候呢 翻了个做空的讯号 结果指数就一路的往下杀 一路的往下杀 一直到7983 7983翻多的时候 行情呢就往上拉 但是这里呢 7998有翻了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呢我们就错了 但是后面呢 它又马上翻多 所以呢后面呢会往上涨 所以以今天的行情来看呢 这一种行情呢 的话尾盘有可能会有拉伸的机会 但是我们指标呢 我们不要看一天 我们多看几天 我们来看一下说这 这一阵子 这是从上个礼拜以来的主力均能量 自从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3月6号的时候 7959翻空 指数果然就下来对不对 然后呢 7947翻多 指数果然又上去对不对 然后7958翻空之后 指数也是往下杀 虽然是很窄的区间这那盘 它还是都把你抓到了整个区间 而且操作起来便利又简单 然后另外呢 3月7号 7953它翻多 翻多指数就往上拉 到7961翻空 结果呢 就指数就减缓了 它做多的力道就减缓了 但是这一笔呢没有赚很多钱 就到收盘 因为那一天的行情呢相对的窄 接下来呢 到3月8号的时候 7981持续的向上做多 然后8017做空下来 8011做多上去 8017放空然后又下来 在那天行情是不是每一个转折 每一个转折抓得清清楚楚 那11号呢 今天礼拜三嘛 那这个是礼拜一 礼拜一有两笔错的 但是呢赔了一些赔了十几点 但是后面有没有帮你转回来 后面8022它翻多 结果指数就往上拉 然后8062翻空 结果呢隔天呢 最高点呢是来到8063耶 指数就是一路的下沙 是不是 一直到今天 每一个转折几乎都帮你抓得清清楚楚 每一个转折几乎都帮你抓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说今天的盘很好做 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啊 今天的盘是不是的确就很好去操作 你只要抓到它的关键转折 抓到它的关键转折 怎么盘你不会操作呢 你还需要去看消息 看一堆 报章杂志看新闻 看等等等等的一些消息嘛 不需要啊 你只要看好的工具就好了 只要你有好的工具 像我的工具的特色就是这样子 它的指标是够精准的 我刚刚验证了超过一个礼拜的的讯号给你看哦 是不是够稳定 是不是每一笔多空的转折都抓得清清楚楚 而且它的操作是不是更简单 只要我们看到指标呢 是翻多红宝石我们就做多 指标翻空绿宝石我们就做空 就这么简单啊 操作是不是很很简单 而且资讯更齐全 我有主力聚能量 它可以告诉你所有主力的动态 而且只有一线哦 主力聚能量这种东西 有可能有的市面上的工具呢 有可能有用两线有用三线的 但是呢两线你看得懂吗 如果说一个多一个空你要怎么做 那更不要说三线了更麻烦 那所以说我们操作上我们一线就够了 真正精准的指标只要一线就够了 又有主力聚能量 我的主力聚能量呢是不止 是不同于一般的那一种大户的指标哦 我的主力聚能量不止包含了 你所想象的到的大户 还包含了你想象不到的大户在里面 一些包含散户的大户啊 包含大股东 我都把它精准的计算在一起 这就是我要提供给大家最新的东西 而且我的资讯是最齐全 而且我的资讯是第一手资讯 我的指标不会让你凹单 大波段的钱一定会帮你赚得到 而且呢大赚小赔 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一阵子以来的操作 做了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五笔六笔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八笔哦 啊也有错的 做了十八笔错了三笔 然后其中一笔两点其中一笔一点 但是该大赚的时候 是不是都帮你大赚 所以你如果操作起来 你有一套好的方法跟工具 你有一套好的工具 是不是每一次都大赚小赔 那操作起来赚钱起来 是不是觉得更容易更简单 你自己好好的想想看 究竟长长久久 你到底要怎么去操作 你到底要怎么去操作 什么样的操作才能帮助到你 你还要去在那边 看行情涨上去就去追多 看行情跌下来又去追空吗 还是你根本就要在这转折 一开盘的时候就做多 对不对 然后开盘到高点附近 在高档区的时候我们放空 然后行情就下来了啊 你看你看今天光这一波多少点 光这一波多少点哦 我还没有买在最高点 没有买在最低点 没有卖在最高点哦 我只要赚我该赚的 去头去尾我该赚的我一定要赚到 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是不是那你呢 你的操作又是怎么样呢 不要再浪费一些时间 浪费一些精神在一些消息面上 你只要有一套好的方法跟工具 你就可以帮助你协助你赚到钱了 那当然有的人就说舍不得花这笔钱 但是你有没有想想看 你花了这笔钱 它能够帮你保护 保护你的所有操作部位 可以帮助保护你所有的股票 等于帮你的股票买了保险 那你花这种小小的钱 保护你庞大资金的股票 你觉得值得不值得 该花不该花 我们利用广告时间 大家好好想想看 如果觉得这笔号指标值得的话 欢迎马上打电话键来 我们进广告带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高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高学热线 0225791155 陶田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退休 会只听思思解通 加强定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高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高学热线 0225791155 陶田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只听 思思解通 加强定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高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高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 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 0225791155 放松在你的宿舍 超大台面 完美无缝 不藏够 凯撒一体磁盆 凯撒未浴 天龙 宅在家 爱之味五星奇甜点 传呵呵 咻咻紧哇来 在家好享受 爱之味清高高 真是五星奇甜点 咻咻 在外爱之味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现场 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那目前的指数呢 是在7996 还上涨了一点哦 那最高点呢 是在8047 最低点是7962 目前呢 预估量能呢 是820亿 那有相对 昨天跟明 相对于昨天跟前天 有明显稍微萎缩一点点 不过没有关系 整体的趋势行情 就如我所说的 主力军能量呢 它还在翻多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偏空 看待这个盘式 那像今天的操作呢 当冲的操作 八早盘呢 该翻多的时候 8018的时候 该翻多的时候 一开盘就翻多了 翻多之后呢 在今天相对高点的地方 8040它翻空哦 结果整个行情呢 果然是一路的杀下来 在7983的时候呢 再度翻多 到7998的时候翻空 当然这一笔错了 在8002的时候有翻多 那表示说尾盘 还有可能有向上拉伸的机会 那今天的操作呢 就是这样子 不会像你 不会像有些人 如果说看不懂这个行情的人 在找盘的时候 看整个行情往上拉 哦 就拼命的去追高 结果就套到最高点了 然后往下杀的时候 杀到 觉得受不了的时候 你这边去追高嘛 杀到这边你还受得了嘛 都跌破平盘了耶 在那种情况下 你要是改变你的看法 要去做空的话 又套住了 结果今天一来一回 你就被套两次 还是说你操作 根本就需要一套好的工具 告诉你 它的转折点在哪里 纵使有错的话 赔两三点 有赚的 整个波段都帮你赚到 整个波段都帮你赚到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 每一天都是这样操作啊 我说过有对有错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算过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操作18次 错了三次 那你觉得这胜率够高吧 城市交易呢 不能保证你说 每一笔都对 也不能保证你说 你可以买在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但是它有一定的胜率 它不会让你去追高杀低 不会忽多忽空 这就是我能够跟你确定的 我的指标是够精确 够稳定 操作起来更简单 资讯更齐全 你不用去搭配两线三线 你真正好的指标 真正准的指标 只要一线就够了 只要一线就够了 那另外呢 我们大盘呢 的指数呢 讲了这么久 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做股票嘛 那我现在呢 跟大家讨论一下几档股票 我们大家来听听看 像这档股票呢 是2882的国泰金 那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 为什么这档股票赚钱 是赚钱的股票 你会抱不住呢 因为我看到 这是国泰金 它呢 在这个时候 在1月中旬的时候 那一天 资大减卷大增哦 在其实 我们大家知道说 它从事后来看 你会发现说 它起涨之前 资大减卷大增 那表示说 在这边的人呢 你如果说 有跟着指标去操作 30块的 你有去做的话 在这边 你去出掉也恭喜你 你赚了两块钱 可是这档股票 它明明就可以赚 10块钱以上的 为什么你要赚两块钱就跑呢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好的方法跟工具 你不知道 后面的主力 它到底在做什么 那主力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来看 主力呢 它是持续的哦 从指标翻多了之后 它是持续的在做买进的动作 持续在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呢 当它吃货吃到够了 赏户也洗掉了之后 果然向上喷出 所以明明可以赚十几块的股票 很多赏户呢 可能赚了一块两块 就已经很开心的跑了 可是不知道填头就在后面 是不是 资大减 倦又大增 你看投信外资都在做什么动作 国泰清这档股票 那为什么在这边会 资大减倦大增 就表示散户 散户开始 还看它涨这么多 看起来不高兴 还去放空它 结果后面嘎上来了 你看怎么办 一张还好 你如果是二十张三十张 甚至一百张的 国泰清有一百张 你去放空 你看你这是赔了多少钱呢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股票 刚刚呢是看讲多的嘛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现在最热门的宏达店 宏达店这档股票呢 为什么不能买 大家有没有看一下 它的那个保利赚 股票的指标呢 在两百六十六块的时候 就已经翻空了 翻空了之后呢 股价果然一路的大跌 一路的大跌 一直到现在 二月五号就已经翻空了 果然就大跌 然后你看看主力均能量 它是持续的在做空哦 在这种形态的股票 根本就是不能做嘛 虽然很多人说 已经那个已经跌这么深了 还能不能买 当买驯服线的时候就可以买 当主力在进场的时候就可以买 当主力呢 它还在偏空看待的时候 你就千万不要去碰 这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要注意一下的股票 然后另外呢有什么股票 群联 八二九九的群联 这档股票呢 它目前呢是站在多方 而且主力是持续在买进哦 在一月三号的时候就已经翻多了哦 那一月三号翻多 一百九十五块你说到现在 到现在看你自己算算看 大赚了多少钱 你如果不敢买 我买 群联呢 因为全球快闪 快闪击一起全球大缺货 所以开盘减平盘挂镜 不敢买我买啊 买进了群联续报 我为什么对我的指标这么有把握 因为主力都主力都在买 主力都不害怕的股票 我怕什么 你又在怕什么 就因为它涨高了 你就不敢买嘛 你认为它现在涨得很高 但是过一个月后 过两个月后 你再去看看说 它涨的是 它这里是高档 还是算是低档 你再自己想想看 那还有什么股票呢 群创 大家最近也都很关心的 群创呢 目前呢 主力呢 它是在12月18号这一天开始 就已经持续的在布多单哦 所以呢 当它开始翻多的时候 股价就拼命大涨 前一波也是啊 当主力拼命都在做多的时候 当保利状股票 保利状股票系统 它也翻多的时候 结果呢 股价呢 就是持续的大涨上来 持续的大涨上来 所以呢 这种股票 主力在进的股票 我们就是可以买 那另外还有什么股票 这是太阳能的 现在也是很热门 合金 合金这次还有一些利多的消息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在12月4号的时候 指标就已经翻多了哦 你看这指标是不是够精准简单 13.75它翻多 下面下来还让你穿价 还可以让你做得到 结果呢 后面指数是 后面它的股价果然是一路的大涨 拉回修证之后又再大涨 那你觉得这一 这张股票它涨够了没 我们来看一下它主力均能量 涨够了没 主力还在吃货 主力还在吃货 这张股价早晚就是还会再大涨 所以这个盘有这么难操作吗 我相信选股票真的是很重要的哦 你呀如果说在操作的时候 你选到错的股票 你没有选到对的股票 纵使指数涨了3000点上来 你还是赔钱 你的股票还是套牢 你相不相信 不是说行情大涨 股票 股票投资人就都能赚到钱 你还要买到对的股票啊 所以我保利赚系统才特别设计出股票 让你可以看到股票的主力 看到股票的大股东 他在做什么动作 当你都知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透视主力的操盘策略 跟着主力去进场 没有错 另外呢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一档股票大力光 股王股后争霸战 但是我告诉你 这档股票呢 他在昨天的时候 在3月12号的时候就已经翻空了哦 那主力呢也是开始在付空单了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档股票呢 你手上有持有的人 请注意请小心 那最后呢 我也想提醒大家 大家操作的话 不要一昧的 都去靠你自己的想法 十赌九必输王 你要的是一套好的工具跟方法 你如果没有的话 打电话信号 我们有线上的服务人员 跟你联络 那最后呢 我们时间就差不多到此结束 我们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见识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资付投资贡献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小资女保利赚资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头皮不健康 好像地基不稳固 蒙法566洗髮精 无细灵不刺激 天然植物精华 把头皮够和健康够和用 法根够条条 咱看少年哦 健康头皮 推荐你蒙法566 蒙法566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Relax in your ecosystem 免插电不浪费